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板桥都只有8度 比起昨天都还要来得冷 而在高山的部分则是出现了一波又一波追雪的人潮车潮 在北部的大屯山 桃园的拉拉山以及宜兰的太平山 还有中部的荷欢山都是一片白茫茫的景色 其中荷欢山的积雪最深已经达到了20公分 而在大屯山虽然不到下雪的程度 但是从昨天深夜到今天清晨持续降下了冰线 温度也只有1到3度左右 让不少上山的民众大呼过瘾 大雨下不停 气温一路往下滑 气上去发布全台低温特报 并表示这波寒流从3号开始持续影响 一直1到6号清晨之前 中部以北低温大约落在7度 南部9度 东部也只有11度 中二清晨之前的话 因为是比较湿冷的一个形态 所以尤其在北部地区的话 预估大部分时间都是在10度以下 今明两天因为还配合华南玉宇区冬移的影响 所以预估在水汽方面是最多的一个情况 气温越低加上水汽充足 不仅是玉山 荷欢山 太平山都陆续降雪 就连大屯山也下起了冰线 有不少民众是趁着假日把握机会上山 还是主要在1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也就是在大屯山或是七星山 其实看到的一个机会比较高 不过在温度的方面可能 大概就是在0到1度左右的一个温度 所以是冰线的一个几率是比较大的 另外4号清晨3点半 短短一分钟时间在花莲近海 发生两起规模4.6和4.3的地震 所幸没有造成伤亡 不过还是要提醒民众 大雨不断加上土石松滑 最好还是避免前往山区 以免危险 大爱新闻 李思春 许英豪 台北报道 这一两天基本上在高山的气温 都在0度左右徘徊 尽管冷还是阻挡不了民众 上山感受的热情 像是往阳明山以及大屯山的交通 就派出了警力维持交通秩序 雨下不停 温度计停留在3度 这么冷的天气游客上阳明山 想一堵兵线 车子三三两两开上来 虽然只有雨还是不减兴致 早上才来好玩 弟弟你会不会冷 昨晚约9点多大屯山下兵线 北投分局紧急出动人力 实施交通管制 早上兵线消退 目前只剩下二子坪油管制 天气预报越晚越冷 交通局提醒想要开车上山 等雪的民众 记得要加装雪链 大爱新闻 晃才新李明华台北报道 人人启动防寒工作不敢马虎 因为从今天起到周二清晨 会是这一波寒流威力最强的时候 而人不仅要预寒 现在也连水 蔬菜和水果也要防寒害 由于现在正是番茄 以及枣子的采收期 天气急动 怕枣子冻伤卖不出去 云林果农赶紧加派工人抢收 而番茄则是掉满地 果农冒着寒风抢时间采收 希望能够减少损失 冒着寒冷的地温 果农全家动员抢收枣子 因为枣子经不起地温冻伤 一般都是8度以下 我们就开始担忧了 如果下霜的话 更不用讲全军覆没了 如果不趁着白天 气温稍微回升到十几度 赶快抢收 入夜之后温度更低 冻伤的枣子 根本卖不出去 这个里面有透明 就是用 当生用盆子 所以变透明状 这都要拼着 对吗 抢收的不止枣子的果农 晚上气温骤降到七八度 番茄掉满地 不可以太冷 对吗 太冷 倒不住 看着满源掉落的番茄 农民心情很无奈 不只全家大小出动 还加派工人 能抢收多少算多少 大家先问云林综合报道 冷到不想到 很多人都希望在这样的天气 最好是待在室内 或者是窝在温暖的被窝里头 但是有一群人不为寒风 以及下雨依旧出动 帮忙火灾的受灾 屋主打扫 住家环境 这份关怀 在这样的天气 更显得弥足珍贵 这是发生在新北市的中和地区 有一户民宅 前几天就是因为 除湿机电线走火 引发了火警 幸好人没事 而当区的慈离志工 出动了30多人帮忙清扫 希望赶在过年之前 让住家环境能够更干净一些 天花板墙壁一片焦黑 中和一处四楼民宅 1月31号发生火灾 屋主温幸夫妇 被浓烟呛伤后送医 慈禧志工除了在火灾当天 前往关怀 还动员了30多人 协助屋主清理家园 来来来 会过年快到了 他们心里也是很急 再过十几天就过年了 也希望赶快这个清理干净之后 他们这个楼上的水电 才能够去做一个整理 志工一产一产 把屋水弄干净 还用人楼把杂物从四楼搬下来 这天雨不小 但是没人含苦含泪 小榜人员在建事调查后 初步判定是因为 厨师机电线走火引起 这个说防災 防災的事情 大家要注意 因为现在天气反映 大家都会航修 用那个保暖的 什么会製造灰災 所以大家都要注意 年关将近 加上最近温度变化大 民众在使用电器上 真的得提高警觉 才能安心过好年 大爱新闻 真善美志工 罗瑞欣 吴美珍台北报导 是什么样的运动 是什么样的运动 让90岁的阿公跳得好开心 屏东的昌荣社区关怀据点 让长辈们自己发挥长财 好比说有一位阿公脑筋动得很快 把回收的锅盖吸管 改造成宋江镇的道具 他更是把年轻的时候 所学过的宋江镇 改变成适合老人家的运动 成为了引法环保宋江镇 推出之后大受欢迎 宋江镇队伍灵活登场 仔细看全是阿公阿嬷 五刀枪架势不输人 但演出太卖力 拔敲坏了 不用怕 拔手坏了先用绑的 这镇头融入昌荣社区 当地平谱族特色 穿裙子带头饰 上面的花跟羽毛 几乎是回收物作的 宋江镇是回收的 那会收来 我们就是要改双 改双 说我们的地匪还没拿 还有发展人手上 那些屁股出来用 拔跟盾是回收的锅盖做的 棍子则是废弃塑胶管 环保道具全是教练张文笔打造 为了让长辈运动 他改良传统民俗活动宋江镇 招式简化脚步放慢 我有解 他们年轻的车会变 我们这老伙子不可以变 变老伙子就怕贏了 融入长辈年轻记忆的宋江镇 九十岁阿公也好投入 快点出移 出移啊 你怕这样八点钟不累吗 对啊 阿板不太好 阿板不太好 跳一次就要半小时 但阿公阿嬷不嫌累 满身大汗面带笑容 身心都充分活动了 大海新闻 陈一真 陈立伟屏东报道 四季原建台东仁爱之家 已经开始动工了 从今年二月一号开始 仁爱之家更是将三餐全面改成蔬食 是台东第一家全蔬食的养护中心 厨房里忙碌的备料手没停过 因为这是台东仁爱之家 三餐蔬食的第一天 可以营销 也比较健康 对我们地球 可以减碳 从今年二月开始 仁爱之家全面如素 营养师也推广素食的好处 不用担心营养不足 我们还是有蛋制品 乳制品 以及黄豆制品 这些部分 其实也可以来补足 我们动物性蛋白的不足 只工很十年来 我们动物性蛋白的不足 只工很十年来 一路陪伴这些长辈 把他们放下来 让他们当成自己家人般的照顾 蔬食的开始 希望让他们活得更健康 大爱新闻 珍珍美之工 林素月 杨树山订阅美 台东报导 年中公司行号半尾牙 但是没有荤食 只有健康的素食料理 来看看马来西亚的这一间公司怎么办到的 把各种营养均衡的食材 一层又一层铺满整个锅子 就融会成一道美味新年盆菜 不是大鱼大肉吗 蔬食还好吃啊 没有大鱼大肉 只有健康的素食料理 食业家也是慈介之工宋美珍 打破企业传统 办了一场尾牙素宴 为了推广素食 公司在一年前一周四天提供免费的素食午餐 鼓励员工多吃菜少吃肉 不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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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会比较少生病 是真的 然后身心健康 头脑也健康 健康从餐桌开始 更是给员工最好的祝福 代言新闻 李佳佳 钟静明 马来西亚报导 慈济日本分会 在东京会所 举办了2018年祈福感恩会 活动当中 承担各项任务的志工 有好几位 都是台湾资深慈济志工的子女 虽然到日本定居发展 也在慈济 人群当中为大家付出 慈济志工第二代景田龙成 在慈济日本分会首次担任司仪 既然要担任人家 就要把他做好 所以他也很愿意来 可能任何事情 没办法一个人做 只有很多人一起努力 才可以做好 2018年祈福感恩会 音乐演奏成员陈琳韵 黄韵璇 她们的母亲在台湾 也都是慈济志工 以义德传家 一开始就是来分会的时候 我们就参加那个访式 然后真正自己去参加以后 才知道见苦之福 我不能在我的父母亲身旁 孝顺他 那我在海外 我多做一些善事的话 我想这个就是 对他们最好的回馈 2018年1月 东京遭逢40多年来最强寒流 受邀民众从慈祭大赃金影片中 映照了自己身处平安 收下福慧红包的祝福 也虔诚祈愿天下无灾 对于慈祭职工 今年累月行善的脚 对于慈祭职工 今年累月行善的脚 早步表达感恩之意 在都市边远的原乡部落 原本是92亿后的零时住处 原住民们一住就是18年 我看到这些原住民同胞居住的样子 我真的心里非常难过 改建房子要花钱 土地还有很多问题 前台中市长胡志强任内 曾经会看花东新村 深知居民的辛苦 卸任后还是挂心 听到慈祭和市政府合作 出钱出力 新建新的永久屋 很感动 慈祭帮他们盖 我都觉得惭愧 那我觉得有机会来 一定要跟上人谢谢 为天下的 为市民等等 都是付出而无所求的 拔除生命的苦难 传递爱的能量 期待人人要有 既有佛心 佛陀的心都是大慈悲心 就是要真诚的佛心 阵营上人开示 慈祭人要横持慈悲喜舍 度众生 把握分秒 不善重 大爱新闻 郭文宁 蔡玉凯 台中报道 慈祭多明尼家联络处 日前举办了两场的祝福会 总计有200人参加 其中有一对母女 认同慈祭的理念 也乐于参加活动 把握机会付出 拉罗马那社区的祝福会 本土志工邀请了 热食计划的长者 以及慈祭学校学生参与 布置很简单 但气氛很温馨 慈祭多明尼家联络处里 人人排队为了行圣 然後這邊有想與其擔心社會的現況 不如要化作信心 要付出一份安心 任何人都能為黑暗的角落點一盞燈 把歡樂傳送給需要的人 大愛新聞之善美志工朱慈瑶 李慈展 邱明祺 多明尼家報導 美國加州的慈禺志工到養老院關懷 安排了老歌演奏還有舞蹈表演 其中一位志工高齡88歲了 他說呼應正言上人所說的 把50歲寄放在壽量銀行 因此在活動現場 他展現出38歲的活力 帶領大家跳舞同歡 穿著原住民服裝黃明寧站在舞團的最前頭 不只如此 熱情的街舞他也能夠跟上節拍 他把50歲寄放在壽量銀行 展現38歲的活力 我是今年已經88歲了 我平時都是去運動 早上都是去走一走啊 我這個還要去學那個跳Line Lines 東洛區慈禧志工光環如瀾岡 養老院十多年 逢年過節都會特別安排節目 除了舞蹈 張陽順指揮的樂團 老歌是一首接一首 希望我們給他們帶來的這個歡樂呢 就好像是我們自己家人 然後老人家呢 在這邊住呢 歡歡喜喜身體健康 住在研老院三年的資深委員張蘇怡 更是開心看到髮型家人來探望 老人家就是愛熱鬧 不論是台上還是台下 都能開開心心過好年 大愛新聞之下美志工李建群 葉慈惠美國報導 國際焦點持續關注的是 南非開普敦的缺水危機 依照現在水位下降的速度 最快四月中旬就會面臨 無水可用的處境 當地專家分析原因 除了連續三年乾旱之外 當地的居民不珍惜水思源 以及政府過往過度依賴 收集雨水 沒有開發其他的蓄水設施 都是造成這一次缺水的主要因素 從空中府看 南非人口第二大城開普敦 每步深收 各式觀光景點 吸引大批訪客 水壩蓄水量低的危險 開普敦缺水危機迫在眉睫 三年連續乾旱 現在短短幾天內 蓄水量從26.6%降到25.3% 依照這樣的蒸發速度 四月中旬只會剩下13.5%的水 達到臨界點 政府被迫實施全市停水 但是時間倒轉幾年 當地景象截然不同 2014年 因為連續幾年天降甘霖 當地主要水壩達到滿水位 開普敦曾是全球最成功的綠化城市 水資源管理 更榮獲致力對應氣候變遷的國際城市聯盟 C40所頒發的適應設施獎項 2000年開始開普敦人口成長三成 但平均用水量卻沒有增加 多數人居住在平民區沒有自來水 當地政府過度崇尚收復漏水與老舊的管線 設立水錶與調整水稅 確保不必要的水資源浪費 但氣候變遷 城市比往年更乾更熱 潔流的同時卻忽略開源 當地六座水壩全部仰賴收集雨水 對於乾燥地區的城市具有風險 開普敦大學學者表示 乾燥在未來已經成事時 降雨也會變得不可預測 其實早在十年前 南非水務部門早就提出警告 開普敦需要增加蓄水來源 地下水與海水淡化 都是對抗氣候變遷的解決之道 隨著時間一分一秒過去 另求水資源的設施 時時沒有動工 南非副市長明白表示 寶貴的時間已經流失 目前只能勸導民眾改變生活作息 避免浪費水資源 大愛新聞邱崇玉編譯 印度推行綠能減碳 南部的柯青國際機場 加裝了4萬多片的太陽能電板 而且在太陽能板底下的土地 種植有機蔬菜 出差或旅遊結束後搭機返家 除了在機場採買伴手禮給親朋好友 也可以順便帶一把有機青菜回家 印度南部喀拉拉省的柯青國際機場 入境大廳旁18公頃的土地 就是一片有機菜園 透過人工灌溉 全程不使用化學肥料和沙蟲劑 一年可以產出80公頓的有機蔬菜 農場類屬於機場 除了提供健康食物 還能再採收旗讓當地婦女來賺點外快 另外這座機場還有一項秘密 就是這些穿插在同一片農地的太陽能板 總共4萬6千多片電板 一天產出5萬千瓦電力 成為印度第一座完全自主供電的太陽能機場 還有剩餘電力可以回饋公共電網 為減碳綠化環境再添一份力 讓小朋友自然而然學習語言 甚至不要覺得背單字 是學習過程當中最痛苦的一環 現在有一套標榜無痛學單字的系統 利用逗趣的圖片加上淺顯易懂的解說 加強單字在小朋友腦海當中的印象 這張圖讓你想到什麼 蒼蠅當沙包打的是某個阿姨的手臂 而答案就跟蒼蠅的朋友有關 不別秀 一張圖勝過千言萬語 秉持著這樣的理念 美國一位媽媽和英國劍橋大學的 詞典編傳專家合作 推出了這套單字學習系統 像鐵匠打鐵一樣 要鍛造出孩子的自慧庫 我們用10,000詞的代表 我认为孩子们可以学习这些语言从7年到17年 然后不再去捉择 有些语言的语言 《Madagascar》、《Hotel Transylvania》、《Hotel Transylvania》、《Hollywood Hits》 每语言的语言 comes with child-friendly definitions that we read research shows that children don't understand dictionary definitions and we've written all of them of the image so they read the definition and then they look at the picture you can self-school on our product, it was designed for that the kids love it, they want to do more, they're putting it in their writing they're learning more words and it's so easy to teach them the vocabulary little children are using words like the brazen attitude of the British 以儿童为中心 这套单字学习系统在英国大受好评 接下来就要推广到美国和其他地区 扩充孩子的词汇 强化阅读和写作能力 而且保证是无统学习 《大爱新闻》 姜云点编译 再来看到下雪的场景 外出而传出有30个村落 因为大雪电力中断 最后再来看到一期 属于华人社会的农历新年 尽管还剩下不到十多天的时间 但是在中国大陆青岛市的花卉 已经开始大卖了 以上就是这一节大爱五件新闻 感谢您收看 我们再会